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繼續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 直要輝Stanley在旁邊 Stanley你好 這一節先跟進A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見到三大指數這一刻都要跌 上證指數是2046點,跌6點 深淨城指7310點,跌30點 滬深300指數2152點,跌8點 三大指數的跌幅都介乎0.28%至4.1% 見到A股繼續雜幅到波動 都是偏遠居多 但看負面一點又不太負面 去到二次點,就像你所說 又回到支持模型之手 但是不是向上網有很多空間 但又不太樂觀的數據 或者是在一些政策上 都沒有很大力推動到A股 其實應該怎樣看A股呢 經常都說短期來說會反覆偏遠 其實那個短期其實始終到什麼時候呢 其實很有趣的 因為你看看今天A股的狀況 如果以上下波幅來說 基本上就是剛剛過10點 即是10點之內 今天整個早上是一個很窄覆的上落 當然你說昨天就要點而是中了一個空保 因為大家想著就 MSCI那邊 可能將這個A股 拉進去作為一個成分之列 但最後的結果就是沒有這個存在 所以變相之下 你見到今早上那個A股的走勢 所以都似乎 你可以說或多或少 大家都比較有些失望之餘 都比較是觀望內地方面 有沒有一些叫做新的政策去出爐 因為事實上昨天 昨晚的時間 應該說昨晚的時間 那一些外電的消息 那李克強都說了 就是說可能在之後的時間 都會採取一些叫做定向的調控 就是一些措施都好 基本上就可能是定向這樣做 就不會說可能是全面性這樣做 所以都意味著就是說 可能在之後的時間 很多的措施 都只會是一個針對性 就不是一個叫做全面性 所以變相之下都有點 而令到市場的氣氛 都變得比較上是審慎一點 還有就是在之後的時間 在今天打壓 即是之後的時間 都有很多的數據 其實這些經濟數據 都會流逐都會公布出來 大家都知道昨天的時間 都公布了CPI、PPI這些 在之後都會出賣零售銷售 一些的固頭 這些方面的經濟數據 都會公布出來 所以大家都可能 依然比較上是 處於一個 沽望的氣氛比較多 所以初步來看 我都相信你說 港股 即是港股那邊 基本上暫時來看 有一個比較大的下調的壓力 應該就不多了 因為始終大家都可能 對於經濟的狀況 的層面上 都依然處於一個 比較上是審慎偏好的態度 所以你說大幅下調的機會 應該比較微 但是你說有沒有一些上昇的誘因 暫時來說都真的 似乎都真的不多 甚至乎 剛剛說到的 你可以說有些的憧憬 但這些的憧憬 都似乎可能是針對性 而不是全面性 所以變相之下 我相信你說 要在A股方面 暫時都比較缺乏破關的條件 有些被大途破的話 暫時來說應該比較困難 是 A股 MSCI 新興市場指數就猛碎了 今早來說 廣告方面都低了34點 之後就在低位度徘徊 最低都見過23,168點 最多是跌147點 但見到現在的跌幅來說 都可以說是失窄了一點 但都是跌77點 最緊23,237點 廣告方面的周四又如何呢 會否真的繼續在二汶三線點樓上 可以有一個 可以企運 還是說之前都升了這麼多 會否真的有一點整顧 接下來有沒有向下的壓力 其實廣告跟A股的情況都相類似 因為基本上 如果純粹以波幅來說 今天暫時來說 上下的波幅是不夠82點 反映大市本身 有沒有大跌下去的動力 又似乎又不夠 但升呢 又真的升不起 而且你都見到市場本身 現在這一轉 都真是各自各精彩 即是一些世界股 可能有些消息股 都升得不錯 但藍籌股方面 都似乎是比較 處於一個比較悶 和拉腳的局面比較多 都反映市場上 現在都是炒股不炒市 當然廣告本身 都因為都是跟著A股來行 如果A股沒有方向的情況之下 似乎廣告都要向上的話 都仍是有些難度 但大市 當然你可以說大市 由DW那裏 彈上來這些價位之後 都累積升了大概 接近1500點左右 那個叫聲音上 都真的不太小 但也可以說 因為廣告之前的時間 估值上面 都真的比較便宜 還有你都可以說 之前的時間都有一些 比較是叫做湖廣通 這些叫做衝景 所以我相信你說 那個大市本身 暫時來說 大跌的機會 都真的不多 還有市場上的 觀望的氣氛 都依然比較濃厚 所以變相之下 過大市 有沒有機會 可能跌到23000 那些電流系的水平 我覺得機會都比較微 但只不過你都可以說 在這段時間 處於一個比較尷尬局面 即是升就升不起 但跌呢 跌得不多 都似乎處於一個 叫拉鞦的格局居多 所以初步看 我都相信 就是大市本身 暫時來說都是一個 就是悶局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悶局 暫時你說 有沒有大跌的突破 暫時都真的見不到 好啊 講完行指方面的表現之後 和你跟進一下 藍籌股方面的策水平表現 我們看到 就是今天來講 升幅最大的兩隻 都是豪島股 一隻就是銀餘 27號 現在來講升超過3% 金沙中 國都升至近3% 今天來講 似乎整個板塊 都有一點反彈 其實稅上也說到 有大康報告都認為 就是豪島股來講 調整都已經過度 現在是吸納的時機 連接幾天 今天來講反彈 等最多都是這兩隻藍籌 整個板塊來講 走勢又怎麼看 經常都說 就是這個板塊 已經沒有之前那麼高增長 但是有一個反彈 這個時候應該怎麼看 好沒有嘗試去到 吸納這隻板塊 事實上你都可以說 當然 昨天的時間 受到這個銀元卡的卡機事件 就是這個澳博方面 有一些消息就是 那些卡機真的要收起來 這些是對於氣氛上 是有影響的 但是事實上 這件事件本身 如果你看回一些消息面上 之前已經說了 所以你可以說 這個因素 我覺得是心理因素 比較多 但是有一個不容不反映的事實 就是說 的而且確 這個板塊增長 就是過去的時間 一個比較快的增長 現在來說 真的放慢了 這個可以說是幾肯定的事 而且如果你看回一些數據的話 你會見得到 就是5月份這個數據 都的而且確是差了 所以大家也都是變相 很多的大行 都已經將這個 叫做全年那個 博彩的目標 其實調低了 這些都反映就是 行業本身 之前來講 可能大家比較樂觀一點 但是現在 都開始變得神不神 例如今的股價 是有個不錯的反彈 當然也是因為 有個別的管理層 都出來可能是 都為這個板塊 提供一些比較正面的信息 但是問題是 好像剛剛說到的 你說這個博彩收益方面 就是叫做跌了這個影響 我覺得比較全面 而且基本上 都會直接影響 這個板塊的股值情況 所以你可以說 雖然股價 今天的時間 是沒錯的 有個不錯的表現 有些反彈 但我都視之為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因為始終 在過去幾天的時間 跌了很多 現在來說 有些反彈 都真的不出奇 但始終基於 就是那個 業績的因素 和這個板塊 似乎短期的時間 都比較想 缺乏一些炒作的誘因 所以初步看 即使彈上去都好 好像銀魚華麗 彈上去都好 似乎到大概 60元這些位置 我似乎差不多 所以你都可以說 直播的空間 現在這一刻來說 都相對比較有限 所以初步看 如果沒有貨的話 這些位置 我都暫時不建議 反彈處 瑞信說基本面仍然是強的 板塊市場是過分憂慮 收集的時機就是現在 大家做一個參考 另外巴克萊除了說到 首選是行業首選 除了兩隻藍籌 是金沙中國和銀魚之外 另外他也有說到 新豪薄額都是其中一個首選 目標是51.43元 都有增持的評級 你又如何看新豪薄額 雖然大家的焦點 通常都是放在銀魚和金沙上 但是這隻來講 又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要選這個板塊 如果要問我選的話 都可以選兩隻龍頭 這也可以說是一個大前提的方向 只是我覺得龍頭那兩隻股份 表現上都比較差 而且這個板塊 面對相同的挑戰 不是等於你小隻的話 挑戰性比較小 其實不關事 所以變相之後 我都相信這個板塊 暫時來說 都未只是一個吸入的時機 好 明白的 謝謝Stanley 跟大家先跟進整個板塊的最新表現 銀魚現在升超過3% 澳博升至近1% 新豪薄額升超過2% 美濟澳門升至近1% 金沙中國升至近3% 美高煤升7毫半 計波幅超過3% 好 這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Stanley 和你做新報 提及過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Stanley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是問答環節